很高興啊 所以各位同樣 你在這個土地蓋房子做生意 你要在這個土地也做功德 布施水啊 布施米啊 土地公同享啊 地基組同享啊 他們很高興 然後他會照顧你 人家到隔壁買東西 他們拉進來 同樣的飯菜為什麼這間好 那個生意不好 人家福寶不一樣嘛 生命有福寶 有些人生下來就很有智慧 因為他上輩子尊敬老師 印佛經 生下來很會讀書 有些人生下來就很有錢 各位因為他上輩子喜歡布施的人 所以他就會生在很有錢的家庭 老實說我是這樣發肌的 因為我太太懷孕那天 我開始買一個最貴的房子 還貸款的 那是他們要 我只好說要哇這麼貴 我就說好 一進去 我太太宣布懷孕了 從那個開始 一二三四變成四個房子 我就知道說 那我這個兒子啊 不是簡單的 我沒那個福寶 我是個 我常講 身如乞丐 心如黃金的人 我不適合享受 他有福寶 對他搬進去以後 他懷孕了 就開始買房子了 股票就漲了 哇原來人不一樣 所以從小就吃素 人家上輩子是修行 還要他老爸出家 哇真偉大 所以人他有 這也是我的福寶 生了一個 想出家 護持出家人的兒子 那我就很有福寶 所以 人可以改變命運 所以如果你生一個討債鬼 再見了 再見了 開始 兵敗如神道 所以 你為什麼會生這個兒子 哦 因為我有好心 我結婚的時候是一個好心 我也幫助別人 所以我也想說我這個人大概不會生 會生也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居然懷孕了 我還怕每天拜啊 我要生出一個健康正常啊 不要生那個乖乖的 因為我做了不少的壞事 我都會怕 對不對 那不是我求來的 這是我意外的 但是各位我的意思 什麼樣的心態 生什麼兒子呢 兒子也會來影響你呢 所以這個世界是互相影響的 所以我們現在活著 爸爸媽媽影響我們 我們會影響祖先 祖先會影響我們 這個世界沒有單獨的存在 互相影響 所以你對世界好 你對眾生好 才是最智慧的方法 對自己好 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都用一個好的動機去做 你開餐廳的 希望別人吃到我的飯 喝到我的水 健康啊 這樣 所以我經常跑到最大的超市 一直念 希望他們吃到的水 都有佛的價值 那你想想看 這個店有幾千人節約呢 都得到 錢又不用我出 對不對 但是我把佛的力量放在裡面了 所以各位進到超市 看到那個死掉的肉 你要你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通通超度這樣 看到吃的餅乾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得佛的功德 然後水也好 米也好 水也好 坐飛機也好 公車站也好 只要有人的地方 只要有眾生的地方 你都可以慈悲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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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功德融入 甚至你身上帶著這些眾語 功德的會向給他們 好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現在要發結緣品 然後剩下兩三分鐘 這個結緣品 這裡面很寶貴 所有大陣佛教有加持的咒都在上面 現在電腦很好 可以濃縮 做得很漂亮 這是學天主教的 我去教導 這個不錯不錯 拿回來就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送給那個外國人 小哥哥哥哥 對不對 他們就帶著 但是我告訴各位 這不是很貴的 所以帶酒還會退色 你就不要怪我 下回做好一點 這個字不會退色的 還有這個 這個帶在身上 保證上品上升西方極的世界 永不墮落的 誰跟你踏到你影子跟你講話 都可以消夜這樣 諸佛的光在你身上 大水球 這上面有中文 背到看不見為止 為什麼要背 慈悲 幫助眾生 我還講 還有這個 那個手機卡 貼在手機上面 好 編發我們先把今天的功德 這兩個功德 要布施給眾生 念一下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圖 上保父母祖先恩 上保國家社會恩 上保所有眾生恩 上保三保加持恩 下祭地獄苦 下祭惡鬼苦 下祭所有動物苦 回向所有墮胎流產 死亡兒童 所有病苦者 消除病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西法菩提心 敬此以保身 同生極樂果 那我們農曆七月份 希望大家多唸一個咒 南無 這個叫報父母恩仲 希望縣世父母長壽 欺世父母累劫父母離苦得樂 再給我念一次 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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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正義 老闆 還有各位菩薩來參加法會 幫我們佈置 也願小朋友 訪問大家平安 我彌陀佛 南無 那么大爱不显菩萨 那么大爱不显菩萨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所以人不能自私 人要打开眼睛去 关心众生的痛苦 所以人不能自私 只想着自己的亲友的痛苦而已 人要开始打开眼睛去 关心众生的痛苦 也是消除你自己痛苦最好的方法 我们去照顾很多独居老人 是把你爸爸妈妈超度了 甚至让他现实健康 你一直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而忘了去关心 这些这么多可怜的老人 或是死亡的老人 那你就很多的精力 你必须花很多几百倍的精力 去照顾一个爸爸妈妈 因为你去照顾别人的妈妈妈 他只有用十分就扣了 所以这个佛法叫我们最聪明的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医生宣判不可能的 我就是希望有奇迹出现 因为我们身心活化 再生起来的机会是不可能的 我的世界就毁灭了 因为我从小跟哥哥的感情非常好 新闻事件怎么会发生 在我们家里面 因为这场车祸我学合了 以苦为师永不放弃 以苦为师永不放弃 像我在屏洞浮体 就是每次学员法会 就一定要用爬的上去 对啊 那也有很多热心的师兄 是建议想要帮忙 想帮忙 因为知道他们无从帮起 所以只有他知道怎么帮我 我是在2014年的12月2号那天发生车祸的 那到现在也将近快六年了 对那时候因为就是去把自己 撞了一身的骨折啊 手脚啊 然后腰椎都骨折了 所以造成了下半身的瘫痪 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们说 你的哥哥是下半身可能都必须是在床上度过这样 他们当然不敢让我知道 那其实自己有意识到 所以当你那个意识到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是上百次想要了解自己的念头 在脑海中就是都有盘旋过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连要动手了解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手脚都断了 我记得是当天要回家的时候 我跟爸爸在车上 我当时就跟爸爸讲 哥哥为什么不要这样走掉就好了 因为我很清楚哥哥他的个性 我知道如果他行过来 知道他自己伤成那个样子 他一定不想再活下去 刚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心境一下子 盪到谷底啊 就是好像没希望啊 就是他的伤的那么严重 也烦烈啊 我们那时候很慌乱 很无助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只知道说惨了 如果他从此之后瘫痪 他的人生可能陷入一种很无助啊 当时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从天堂掉到地狱是这种感觉 找这个郑洪志教授 帮我做这个生长因子的再生的手术 光生长因子这个腰椎我就开了三次刀了 就是为了这个生长因子的试打 然后其中还把我一节腰椎骨 为了释放我的压力 所以把一节腰椎骨拿掉了 然后每次打那个时候非常幸福是 我要侧面躺 然后缩得像虾子一样 把腰椎拱出来 然后一根大概这么长的针 从后面这样穿湿进去 然后把那个生长因子打在 骨头跟骨头的中间的那个软组织 对所以非常痛 而且打完是要平躺八个小时不能动 对因为他是等于把里面骨髓一抽出来 再把生长因子打进去 然后你如果一下子站立起来的话 人是会晕眩的 所以必须要平躺八个小时 他有点像是针灸的原理 但是他并没有侵入性 但是他却比侵入性的针灸还来得更痛 我光为了做那个治疗 我毛巾都咬破了三条 然后每次都是眼泪啊 那种大喊大叫的这样 对啊 光飙 那帮我做治疗 那个老师本来是接近植物人 他被他爸爸用这个方式 据说是他们祖传的方式把他救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老师他不收取任何费用 他在帮他所谓的有缘人做治疗 因为他从颈胸腰都断 他更严重 结果他现在可以到处行走 甚至在国外他到处都在被他治疗 那老师也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 我更相信是佛法的加持 因为有很多是在医学上 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情 就好比说我的脚 我的脚踝 我的脚踝是粉碎性骨折 那那个结构呢 在那个当下 他其实就已经彻底的破坏掉了 即使他在重建 他这个骨头的那个骨輪之间 他没有办法再相信最初原来的 我发现了